曾经山盟海誓的猎人 多年后再次相遇 却只闻见彼此的一句 如果你知道日本有一部情书 那你知道韩国有一部 假如爱有天意吗 18年来他一直被誉为 宠爱电影的天花板 李健老师甚至看了十七八遍 才动手为他重新填词 故事始于一个午后 一阵微风吹乱了箱子里的信件 也为女孩阿珍揭开一段 尘封已久的往事 那年夏天 阿珍的母亲朱熙第一次来到乡下 烈日炎炎 她坐在板车上 冲着河里的男孩子们打招呼 男孩子们都停下来 也呆呆地冲她打招呼 朱熙是个富家女 初来乍到 对乡下的一切很是感兴趣 她约俊和明天去对岸的鬼屋 俊和淤淤乎乎地答应下来 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划船 但第二天 他们还是顺利地到达了鬼屋 结果鬼屋里出来的流浪汉 把两个人吓得惊声牵脚 叫完了又笑 笑一会儿接着叫 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 两人的笑声和尖叫声 小船也被冲走了 两人只好沿着河岸去找桥 结果朱熙扭倒了脚 于是他们只能先在刮棚里避雨 俊和一次又一次地拧干自己的衣服 给朱熙擦干 暴雨过后 天色渐晚 俊和背着朱熙走到河边 天空里坠满了星星 夏日雨后的风吹得清爽浪漫 他们来到桥上 俊和去给朱熙钻萤火虫 萤火虫握在手里一闪一灭 仿佛两人此刻跳动的心 沉船回去的时候 朱熙的家人已经早早厚在岸边 而船里的两人似乎还意犹未尽 为了打谢俊和 朱熙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项链 带到了俊和身上 那之后 淋了雨的朱熙被带回了城里治疗 直到有一天 学校小礼堂里表演活动 朱熙在台上演奏了一区钢琴 活动结束 俊和抱着一束花远远地看着朱熙 可他的身边被好多人围着 直到朱熙离开 俊和也没赶上前 把花递给他 可是录着坐在教堂前的椅子上 这时 却突然看到朱熙跑回了教堂 他连忙追过去 不用说什么话 只用微笑 就足以表明此刻彼此的心情 求小子暗恋富家女 却意外得知 他成了自己兄弟的未婚妻 这天 俊和的好兄弟阿泰 突然递给他一张照片 说这是家里给他安排的未婚妻 俊和接过了一看 正是朱熙 阿泰拜托俊和帮忙给朱熙写情书 俊和答应下来 却是借着阿泰的身份 满心满眼地述说自己的情愫 阿泰收到回信 说是朱熙邀请他 去舞蹈社学跳舞 俊和也一起去了 跳舞的时候 两人搞得远远地互相传话 每一次眼神接触 都仿佛瞒着众人 在构想彼此的秘密与甜蜜 接着结队跳舞的时间 两人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 活动结束 朱熙回到家里 刚要按门铃 门口的灯却忽然一闪一面 朱熙回头 看见俊和正在按着树下的路灯 两人终于忍不住紧紧相拥 可是这边的阿泰却也动得真感情 给他送花 吻他额头 朱熙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 他决定以后亲自给朱熙写信 而朱熙也非常纠结愧疚 一边是和自己相恋的俊和 一边是父母之命不可违 而他也觉得非常对不起真心的阿泰 所以他决定要和俊和断绝往来 俊和去拦他 他去同一步回地走掉 俊和追到家里 疯狂的路边的路灯 朱熙也只是擦肩而过 俊和拉住他 说不想和他分手 可朱熙却说 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转身离开 可相爱的人若是真的那么容易割舍 这世上 就不会有那么多爱而不得的痛苦之人了 所以朱熙又回来了 待遇里 他无助又不舍地靠在俊和的肩头 俊和决定去向阿泰坦白 他告诉阿泰 自己喜欢朱熙 可阿泰却并不惊讶 反倒提醒他 不要让自己的父亲看到俊和身上的项链 因为那是他父亲送给朱熙的 所以阿泰早就知道了俊和和朱熙的事情 并且他决定退出 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这个男人明明已经安全撤离了 却为了一根不值钱的项链 重新跑回了枪林弹雨里 那个寒假 俊和一直在和朱熙通行 阿泰含着俊和在信上写上他的名字 这样在父母面前就不会传包 可人算不如天算 有一封俊和寄出的信 被退回到了阿泰家里 阿泰罢不知道这件事后 狠狠地打了阿泰一顿 几天阿泰像往常一样 在客奸活动上装晕 被送去了医务室 可实际上 他最近一直会真的晕过去 倒在地上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晕了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病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压力 又或许 是因为俊和和朱熙 阿泰选择了上吊自杀 在医务室里看到自杀的阿泰 给俊和留下了巨大的冲击 终于在朱熙来的病房里看阿泰的时候 俊和忍痛和朱熙 做了无声的道别 最后把朱熙给他的项链 挂在了病房床上 朱熙连忙追出去 正好遇到一支行军的队伍 队伍那么长那么长 长到朱熙这辈子 再也追不上俊和 后来俊和去当兵了 离开那天 朱熙拼命地拍打着车窗 可俊和只能扭过头 不做回应 当车子启动的时候 他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自己 跑到车门边和朱熙告别 而朱熙还是把那条项链给了他 战场上 本来已经逃离出来的俊和 突然发现自己的项链不见了 于是又折返回去寻找项链 等找到项链 就快要逃出来的时候 突然一颗榴弹飞来 多年以后 在家餐厅里 朱熙再次见到了俊和 可俊和却说 自己已经结婚了 朱熙难以失落 可这时 俊和却突然朝着一张空桌子 称赞钢琴声好听 此时朱熙才发现 原来俊和已经瞎了 再后来 朱熙嫁给了阿泰 并生下了阿珍 几年之后 阿泰和俊和都去世了 人们捧着俊和的骨灰 来到当初的河边 说是俊和 让大家把他的骨灰撒在河里 而此时的朱熙也得知 俊和那时候骗了他 他是在朱熙结了婚之后 才结的婚 并且 还有一个儿子 时光匆匆几十年 读完了所有信件的阿珍 决定鼓起勇气 去跟自己喜欢的学长告白 没想到 学长也正好喜欢他 他把学长带到了乡下 带到了故事发生的那条河边 并且把这个故事 讲给了学长听 可谁知 学长听完之后 失声痛哭 阿珍不迷所以 直到学长从脖子上 摘下那条项链 原来 他正是俊和的儿子 一段感情 穿越几十年的时光 在两代人之间重新连结 假如爱有天意 我想 他终将会以另一种形式 延续下去 我明白 但是我明白 我明白